然後後來我發現我們就是有先姑Family 就是幾個表姊妹 有幾個那個表姊妹 就是他們就是不約兒童同期開始研究子微 就我們遇到之後就說 而且說親戚 親戚裡面有人會 對 所以你爸爸跟媽媽這邊 其實都有這種玄學DNA 都有 而且我們全家人聚在一起 就是聊身心靈 我們全家人沒有聊過別的事情 歡迎來到如此之明一心 大家好我是簡少年 今天來了一位女生嘉賓 哈囉大家好我是張景蘭 我記得上一次我跟張景蘭見面 竟然是聊紫薇斗術 是我們是有紫薇的共同好友 對然後才知道說 哇原來這個張景蘭是屬於這個 如此之迷信 哈哈哈哈 這是迷信夥伴啊 今天就來聊就是說 欸你說你迷信是什麼樣的狀態 你是迷很多技術嗎 還是迷很多拜拜嗎 還是怎麼樣 我是覺得我很相信身心靈 我也相信這種造物 你是身心靈狂樂者 對算是 然後我對什麼都想要了解一下 比如說星座啊 人類圖啊 然後MVTI啊 然後紫薇 然後我爸爸喜歡拔字 欸我很好奇 爸爸會算命是什麼感覺 我想知道我兒子回來以後 看我是什麼感覺 哈哈哈哈 他是那種就是我跟他說 我最近就交一個男朋友 他的那個就是生辰 然後我拿到了 爸爸幫我看 然後我爸爸就說 我不幫你看 我不介入你的因果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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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我介入小孩的因果 你就是我的因啊 我是你的果 你就已經介入我的因果了 他就在那邊講 他就說 你自己決定什麼的 是喔 對 因為他好像看我的盤 就是 我會很在意父母的想法 然後會影響到我的路徑 他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不給我任何意見 他就說你很好 你就很好 因為我兒子才八歲 他就很常問我說 寶薇我的眼睛大嘛 眼睛大在面相代表什麼 有一天我老婆去接他放學 然後有一陣子因為剛好我老婆比較有空 通常都是我姐 然後她就說怎麼都你來嘛 你爸我一樣 她就說怎麼了嗎 我同學想找她算命 她就八歲 我覺得會耶 我覺得會是一種心理的依靠 但是依靠不是說好像想要給予知道答案 是一種安慰作用 就比如說爸爸今年是走什麼運啊 那我是屬金 然後她就可能跟我說 然後她說命中缺水 所以我可能要去養養魚缸 然後去泡島 你一些巡學方案 所以她就說你這下半年怎麼樣 然後她就因為八字可以補嘛 就是五星可以補 但是她就說你們紫薇 紫薇沒辦法補 然後我就想說 哇 因為我本來是為了很想跟她聊天 然後她就是一直在八字 然後她給我一本八字說 這是我身邊最簡單的書了 然後我翻五頁我看不下去 我覺得太難了 她就沒有要教會你嘛 她就覺得說你要跟我聊 你要先努力 你不能就是一無所知的跟我討論 這樣我要教你基礎 所以她就說你要先會點基礎 結果我看不下八字的書 結果我反而看一下紫薇的書 對 我那時候學紫薇 就覺得好像是我本來就有這個印象 妳好像天生就會了 對 然後後來我發現我們就是有先姑family 就有幾個表姊妹 有幾個那個表姊妹 就是他們就是不約兒童同期 開始研究紫薇 結果我們遇到之後就說 你在研究兒問 而且是親戚 親戚也沒有人會 對 所以你爸爸跟媽媽那邊 其實都有這種玄學DNA 都有 而且我們全家人聚在一起 就是聊身心靈 我們全家人沒有聊過別的事情 那妳都是東方的嗎 還有西方的 東方 東西方都有 有些朋友是通靈派 然後那個朋友就會說 我看妳跟妳妹妹前世 是在山上一起抓腰 抓腰這樣 那妳們這輩子有抓腰的打算嗎 腰在哪 怕看貓夠 我是有些通靈的朋友 她是跟我說 我過去生世幾乎都是當男生 居多 妳說幾代都當男生 對 就妳有當女生 但是那個比例很少 因為那時候我很困惑 我的那個人類圖的那個顯示是說 我30歲以後有點看不懂我30歲以前在幹嘛 舉例來說可能我30歲之後是一個都市人 但是我30歲以前是一個女泰山 突然覺得 為什麼我30歲以前是當女泰山啊 而且我那時候也沒有不舒服喔 我也當的很開心喔 可是我突然當都市人的時候 我有點看不懂我過去在幹嘛 我有一個這個過程 最近真的有嗎 我有啊 就是因為我不是宅男女神出來的嘛 第一女神出來的 我現在其實就是有一種問號是說 我為什麼以前會是這樣子 通常我們像妳剛剛講的那個情況的時候 一般我們就問關公 然後關公就跟我講說 求婷會好 我就好就躺 那我知道比較迷信跟身心靈的差異 就是迷信會想要外求答案 但是身心靈是內找答案 對我沒有我就打開我的手 然後按按按 哇不會 關公說秋天 然後就秋天 然後就會再問關公說真的嗎 對 那妳現在的定位是什麼 霸道總裁 也沒有霸道 那就是 霸道總裁 我要不要像我自己本身的個性 所以妳的上升跟妳的太陽星座應該差很多嗎 一個水象一個土象 那就差很多 對一個土一個水 然後妳的指揮斗數應該也是 身攻跟命攻的星星也差很多 差很多 我的身攻就是福德功 三星裡面有講嘛 就上升好像會是妳30歲以後的樣子 那指揮斗數裡面比較明確啦 每個人的身攻都會在不同的地方 它代表妳人生的後半身最影響妳的是什麼 它是說福德功會影響我的後半身 還是福德功的星星會影響我的後半身 妳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妳身攻的那顆星星 可以當作第二個命攻 在妳的30歲以後 那第二個是 這個格子的好壞 將會決定妳的這個後半身 受這件影響到底是扯後腿 還是往上走 舉例來說 有一些人的身攻是夫妻攻 那他的夫妻攻裡面的星星如果超爛 他就是會遇到超爛的男人 然後他永遠在超爛的男人裡面糾纏 他出不來 導致他人生各種事情毀滅 都是因為這個超爛的男人 但是他沒有辦法改變 他可以改變 但是不要有男人就好 或是他認為這個遇到這個爛男人 是我人生的修煉場 我要在這修煉場有沒有辦法 就是愛自己多一點 他可以這樣想 那妳沒有開啟什麼修煉嗎 我覺得我的保養品的公司 就是整個組成非常的身心靈 就是大家非常 妳就把創業當成妳的一個修煉的過程 我們是比較屬於自我 Self care 就是很內在探索 對就是因為我們保養品 其實也是Self care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我皮膚不好 我會影響到我全部的狀態的一個人 所以我很在意我皮膚好不好 面向學獎也是這樣講 真的嗎 對皮膚不好運氣就不好 所以妳一看一個人皮膚不好 妳知道他沒有運氣 我皮膚不好的那段時間我運氣真的超差 綜藝裡面講皮膚不好 一般來說跟肝臟有關 肝會影響到皮膚嘛 古書裡面就寫肝跟魂魄有關 真的嗎 那妳想一個人肝不好就魂魄不穩定啊 他魂魄不穩定他皮膚一定就不會好 那他整個人狀況一定不會好 對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現在如此之迷信 就是大家來畫一張臉 代表他今年的這個運氣 幫我畫一張臉是妳的眉毛 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五官都要有 然後要有頭髮 畫一張臉 對妳想著妳今年的運氣 然後就畫出來 然後不用擔心畫得不好看 因為我們很多來賓畫得蠻醜的 誒 說出來 誒 說出來 不要這樣 其實妳很會畫耶 妳很厲害耶 我大學是念設計的 畫完了嗎 妳大學是念設計的 對啊 其實蠻會畫的 有一點點這個七龍珠的味道 好好講 老師好好講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遇到老師的時候 老師說我的那個面相 不是那個相夫教子的面相 就將軍相 是嗎 現在我覺得我現在面相有變耶 就是我一換大運 我的面相就變了 不會 我覺得差不多 看起來都不太好了 哈哈哈 老師好好講 好 我們現在來看 首先來看妳的耳朵 妳的耳朵比較圓 但是她的耳朵比較糟 因為可以看到正面的輪廓 這代表說 在今年的年初 就會很容易出名 就很多人會看見妳 同樣會招一些小人 所以導致有些人會不喜歡妳 可是妳會做得非常好 非常出名 所以如果妳們的品牌想要曝光 在這個春天會超級猛烈 然後妳帶了一個這個耳環 這個耳環把這個耳...就耳垂給穿了 代表說妳的這個儀器部分被穿了 所以妳會操勞路 所以妳... 我跟你講我今年真的操勞了 妳會忙到爆 我忙到爆 妳前面一到三月妳會覺得 我還什麼事啊 我忙到爆 我都要吐了嗎? 但是妳這耳朵很圓 所以會有很多貴人幫忙 放行 都在妳的掌握之中 因為我的三方是正充滿貴人 但是她耳朵有點太低了啦 所以妳腰會痛要注意啦 我腰已經在痛了 腰已經在痛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妳的額頭 妳額頭來看雖然有些瀏海 但沒有抗桃抗冰 中間還是屬於有流出來 但中間比較尖 因為妳會有很多創意的想法 想要發揮 所以春天出眠的時候 妳就會搞超多創意 跟超多事情 然後就很累 就更辛苦 所以就是一個超級勞累的額頭 但是額頭也不能算高 算寬 所以代表收入會不錯 代表說妳會有很多貴人幫妳 所以妳們收穫很不錯 好這好像走到眉毛 這個眉毛很細 有沒有看到 沒有很細 但是眉毛離眼睛很遠 代表妳有戰略 妳夏天的時候開始就會冷靜 然後妳就會開始重新設立戰略 而且妳會隨緣 因為妳硬糖超開 所以可以放四根手指 然後五根手指 硬糖超開 妳到夏天的時候就隨緣了 妳覺得我們應該要躺平 我們應該要隨緣 隨緣之後 一路到了秋天往下走的時候 走到眼睛 因為三根很低 妳隨緣之後 妳忽然發現 這樣隨緣下去好像要爆炸 不行隨緣 妳就開始反覆 覺得不能那麼隨緣 太極端 對我們不能那麼隨緣 然後妳會沒有自信 妳會覺得這樣子真的可以嗎 就會一直隨緣真的對嗎 對 可是因為妳的黑眼珠很黑 黑眼珠很黑代表什麼 代表妳那時候很霸氣 就是妳想要做一些決定 妳會強硬的推動一件事 可是妳沒有自信 那我到底要推還是不推啊 這我們告訴妳最後一個關鍵 妳要有自信 因為妳三根長出來就有 所以其實妳要硬推的時候 妳要有自信 妳是對的 再往下的時候 這個鼻子比較小 代表說妳這個決定很有趣 妳這個決定很對 但賺不到錢 然後妳就會覺得靠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那原因就是因為妳沒有向前看 就是妳的這個決定很對 但是妳要把錢留住 妳必須 例如說妳賺了100塊 妳要記得至少要有70塊到80塊 要留下來 或是50塊要留下來 妳不能說賺100塊 就妳花110塊 就妳會落入這個困境之中 對 那最後我們來看的話 因為妳的腮這邊很方 然後嘴就像閉著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成獎 代表說在這個冬天的時候 妳會收成收得很好 因為成獎跟一個人的品味有關 然後嘴閉得好代表什麼 代表說妳不容易漏 所以代表在冬天的時候 妳會發現妳做的全對了 就是妳的品牌也提升了 很有品味 然後大家也很相信妳 然後妳做的也更加順利 然後因為妳有篩 所以妳會覺得我對的時候 妳會再硬幹 所以我預計在明年 應該還是會更累 因為妳的下巴很尖 所以代表說 妳可能覺得我做對了 然後2024已經很累了 結果妳又想2025更累 妳就會拚了命 讓2025更累 就大概是這樣 我大概有看了一下我只會 大概也是這樣 大概也是這樣嗎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就來看妳這個2024年 到底是不是這樣做過 記得 要這個三更高一點好不好 只要有自信 妳有自信就會成功了 因為這張整張的這個臉 如果這是一個真的人 這個人就是屬於 非常之有謀略的一個人 但沒自信 他如果有自信呢 他就會非常成功 了解 好的 感謝 我現在加一下 笨加笨加 笨加 我沒想到就加 我就忘了靠靠 你以為我想 靠靠靠靠